通路都有在卖了 应该都是应该取得应该是还好 去超商买快塞你会去吗 去哪买快塞才行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秒答超商就可以 全民抢买快塞之际 官员取得是否比较容易 也成了立委咨询体 我太太有买 我先前也有买过 现在手上因为我身体目前感觉很老 所以我不会去抢快塞计 主记长朱泽民高龄73岁 坦言若真有急需 如果真的我也需要的 那刚才庄说他手上还有 我会跟他借出去 我是跟他要私人的事 原来是把脑筋动到庄仁祥身上 朱泽民打算直接用借的 但庄仁祥的快塞又从哪来 昨天在通路上有买了几个 所以没有特权快塞就好 没有没有 我昨天是去买那个180块的 强调并非官员特权 而是到超商买180元的快塞 但真有这么好买吗 记着实际测试看看 这是我的号码牌 谢谢 现在在四大超商的快塞数量都相当的充裕 所以民众呢 其实可以很轻松的就买得到快塞 甚至有民众中午时段到超商 柜台都还摆满快塞计 想买一定买得到 我有买到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药局通常都要排很长 我这边就拿到号码牌之后就买得到 就是比较方便 而且24小时都有 就是像我们下班的时候都还可以 就是可以比较方便的买到 如今超商药妆店八大通路通通有卖快塞计 虽然比实名制贵了一点 但能节省不少排队时间 更能避免扑空风险 三日全许先周凯 一村小组台北报道